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正经纬 非常高兴在这个2023年的9月啊 这个26号的星期二早上呢 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 那当然今天太阳升上来之后 我们端出来的新闻呢 就是华为华为华为啊 那当然呢我想这个华为遥遥领先呢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slogan啊 任何人呢想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就讲到遥遥领先啊 那确实华为在8月底啊 Mate60 Pro出来之后呢 确实是震撼世界啊 不是业界是世界了 但是在昨天晚上华为啊 这个秋季产品发表会的时候呢 我就在看啊 一个多钟头的这个发表会当中啊 这个当然呢这个场面很热闹 一开始又是交响乐团 对不对 又是大合唱啊 当时呢这个我还在心想啊 孟晚舟啊有没有在里面跟着唱歌嘛 那当然呢这个我看那个网络上的留言啊 这个褒贬不一褒贬不一啊 那毕竟呢这个是一个这个大场面嘛 对不对台下做了那么多人啊 好大合唱交响乐团完之后呢 就由大家这个俗称啊 这个算是余晨东啊 这个大家很多朋友都这个昵称他大嘴啊 这个常务董事啊出来讲话 那当然呢这个余晨东呢 也稍稍把这个华为还知道 因为你是既然是产品发表嘛 这个大方向呢 这个常务董事出来要抓一下啊 什么移动影像啦 材料创新啦 通讯创新啊 操作系统啊 四大系统啊讲完了 当然下面还是很很很捧场啊 不停的拍手啊叫啊什么啊 那接着呢 大概差不多快四十分钟之后 这个算是这个蛮有卡司的国际巨星啊 刘德华出来了啊 谈谈他的非凡呢 这个啊经验啊 当然呢他推崇啊 两位两位 一个是香港的导演徐安华啊 那另外一个是香港的这个算是歌星啊 林子祥啊 说他们两位呢 是非凡呢 人物啊 那当然他也是华为的代言人嘛 那不用说 他也很非凡啊 平良心讲啊 刘德华嘛 那当然呢 在这个当中呢 就是代言的是 也是Mate60啊 系列里面的 这个最顶级的 RAS啊 外面有那个八角形的设计 寄生采那个陶瓷材料啊 这个厉害的很 但是今年好像没有跟那个Posh啊 合作啊 但是荧幕也是挺大的 6.82寸啊 非常有身份地位 一拿出来 大家一看八角 对不对 那就是非凡啊 非凡啊 非同凡响 非同凡响啊 这简直是跟这个劳力士要PK啦 那这个还有这个大电视啊 什么啊都很厉害 但整体我就一直在看啊 到底华为要传递的是什么 他真的是要卖那些东西吗 什么电视机手表手机 他要卖的是这个吗 华为人正非啊 要卖的是一个理念啊 真的很认真啊 坐在电视机前面 人家一直看啊 整个产品发表会啊 虽然呢这个没钱买 那表一定很贵嘛 但是啊 很喜欢啊 但是开归看呢 看了半天 我就在想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企业主 你办一个那么大的产品发表会 当然是要这个卖东西嘛 对不对 那如果真是要卖东西呢 就找一些直播带货的帅哥美女来啊 那货可能走得更快 但是为什么要做一场高大上的 产品发表会 对不对 国际巨星刘德华 那个不便宜耶 但颜费是很贵的耶 对不对 来了啊 讲一大堆啊 那普通话讲得很好啊 看得出来呢 他毕竟是演员出身啊 人家那个讲起来是比那个 常务董事啊 还蛮厉害的 常务董事毕竟是 专业领域专业领域嘛 艺人就是语言表达嘛 语言表达 花那么多钱 搞那么大厂子 其实我觉得我的感觉啊 华为的任正非 在传递的是一个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 因为稍早之前呢 有讲过中国制造2025 当然后来美国开始打压之后啊 这个 当然中国官方就不太提 这个中国制造2025 但是不提2025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有停下来吗 各位想想看有停吗 没停啊 还加快速度啊 可能不要到2025啊 中国制造就要 已经在领先了 今天才几哪一年了 2023年了 中国制造 我们就讲华为嘛 5G嘛 对不对 全世界我们就有几个问题问到 为什么华为5G做得那么好 你以前说别人很厉害 华为是超的 但华为为什么5G比别人好 有人算过 全世界如果都做5G 用不同的系统做 但如果用华为5G 成本可以降低30% 你可以去买很多其他品牌 可以都买得到 他们都有5G 但是贵30% 就那么简单 华为为什么做得到 当然有些人说 华为有军方背景 但是说真的 华为有没有军方背景 不是我们随便说说 当年小布什 美国总统小布什时代 就觉得这华为有问题 为什么一家公司 对不对 就那个任正非 在那个 等于是1987年的时候 9月 9月份 就找了6个 另外5个人 他们6个人 就合伙开公司 但1987年的时候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开始了 那任正非就跟几个朋友开 开了公司之后 当时还没朝着这个通讯业发展 他们那时候什么生意都 钱都想赚 听说任正非 还评估过 卖减肥药 对不对 能不能 这个有点业绩上去 业绩很重要 那后来 听说还去找人评估 因为经济改革开放 这个后人都要帮先人 修坟 这个墓碑行业 能不能量产化 这个任正非那时候 脑子一直在想办法 但据说是当时有 有一些朋友就跟他讲 需要这个交换机 因为譬如说 有一些工厂单位 需要有这种交换机 那国内做的呢 不够不好用 那国外做的呢 进口的又太贵 那有没有可能啊 去买那种二手的 国际市场上买到 二手的交换机 回来呢修一修 那就够了 就够了啊 那就可以用了啊 那任正非他们就这样起家嘛 大家都知道那段故事 就越做越好就起来了 然后呢就开始自己做 对不对 刚开始买人家二手 后来想不行啊 没竞争力啊 就开始自己创新 交换机啊 从交换机起家 慢慢走到 大概差不多三机四机 五机到现在 一路走来啊 我想任正非心里很清楚一件事 就像当初 在取名字的时候 叫中华有为啊 他应该蛮有情怀的 因为西方都认为呢 他是中国军方的代表 他有这个军人的背景 任正非从来不 不避讳这件事啊 他说是我以前做过军人 对不对 但做军人是一回事 但我现在做的是商人啊 那两码事啊 所以你看那个 也看得出来这个军人 对他的影响啊 有人说到了那个深圳啊 这个等于是华为总部啊 感觉到呢 很像那个机关 机关部门啊 就是盖的那个就是 这个各位大概看过什么 人行啊 外交部啊 就那种建筑啊 那个不太不太像一间科技公司 对不对 科技公司就弄的什么金属的啊 什么圆的造型啊 什么很奇怪的 对不对 很先进的那种设计 才像科技公司嘛 他搞得就像个 亚门 像个机关 那个当然 就是老板高兴嘛 对不对啊 但他看得出来他的风格 照顾员工吃饭 也是个例子 这个如果你是军人 对不对 这个管饭的嘛 对不对 管吃管住啊 管饭的 这个吃很重要 这个人家就曾经讲嘛 对不对 从来不能让这个士兵饿了 对不对 怎么去打仗呢 所以把这个兵啊 要吃饱吃好是一件事 那他就很懂啊 听说华为餐厅啊 全世界华为公司 只要有餐厅的 一定要供应非常有质量的食物 那怎么要求呢 就是员工啊 要给这些供餐的 可能不止一家 很多个在供 评比 一记下来 最后一名的出去 再换一家进来 就那么就那么厉害啊 对不对 不要讲关系 没有什么 大家投票 员工投票 我说这家太烂 太难吃了 又贵又不好 对不对 好 这一记结束 再见回家 你就知道 这个他也是懂嘛 对不对 把员工的胃啊 养好 员工就会专心工作 就跟那个士兵啊 对不对 大家吃饱饭 就不饿了嘛 对不对 不拆饿兵 去打仗 那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看那个风格 有个人风格 但这个 这个如果要说的话 或许 也太牵强了 跟军方有关系 所以我就讲 当年美国那个 小布什总统的时候 他就觉得这个 任正非啊 有问题 他们华为 怎么可以做到 他就找那个 美国的情报机构 成立一个 特别专案行动 他们取的代码叫做 滑机啊 这个爆炸 滑机爆炸 就是很搞笑 会爆炸的意思 这不知道怎么会取个 那么搞笑的名字 反正呢 他们就开始查 查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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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把华为员工的 所有的电子邮件 甚至华为的内部文件 还有什么产品的 这个所谓 这个开源代码 什么全部都给他 查出来了 找不到一点点 蛛丝马迹啊 说华为跟中国解放军啊 有业务往来 或是资金往来 或是有什么方便 没 都没有啊 那后来欧巴马上台之后 也搞了一个啊 欧巴马呢 取的名字比较正式一点 叫射击巨人 因为欧巴马上台的时候 华为已经变巨人了啊 那时候小布什时候时代 觉得华为大概是小丑 对不对 小丑要爆炸 把他爆掉 炸掉 那种味道对不对 到了欧巴马已经变巨人了 要涉及巨人啊 又搞了一堆情报员 开始查华为啊 那时候华为更大啊 什么海底光蓝啊 什么都做啊 那5G那时候已经开始 慢慢越扑越大 查 查查查查查查查 查到现在 查不出个名堂来 到目前为止 这个案子啊 涉及巨人已经close 这调查案已经关了 结论是 查不到 找不到 找不到啊 当然他们讲的保守一点 就我们现在的 所查询的范围内 没有找到 但言下之意 不排除 有可能 只是我们现在没找到啊 就这样 但也看得出来 两任总统哦 花了不知道多少钱呢 这个一定不少钱啊 把华为等于是 整个抄了底 翻了贴啊 什么情报员卧底 什么一定都有 就找不到 就找不到 那听说英国呢 这个 布莱安的啊 英国的通讯大臣啊 听说就直接找任正非 说你如果华为啊 到我英国 我要你开后门 让我进去看 你们到底啊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华为说可以啊 对不对 那当然呢 就就开了一个 在牛津啊 开了一个实验室啊 就让呢 这些情报人员啊 进去看 华为的后台 对不对 德国说他也要 所以德国呢 在那个博恩啊 那个等于是那个 算以前西德的啊 那个算 算当时西德的首都 博恩啊 有人翻成波恩啊 在那边呢 也设了一个叫华为实验室 所谓实验室啊 就是你们随时来 我都开的 你们就进去看 让你们放心嘛 因为华为想说 我既然要做生意 我就摊在阳光下 我光明正大 对不对 大家看啊 我们中国做的东西呢 不怕你 敲打了 没问题了 所以英国跟德国 都有所谓的华为实验室 就是让那些 相关的 他们叫什么通讯安全局了 就情报局嘛 进去看 进去看 但目前为止 都没有 听说英国不相信 还问美国说 你们查到什么没有 美国跟他说 我傻也没有 对不对 那你有吗 英国说 我也傻也没有 对不对 简单的讲 就是干干净净 因为华为一直 外面啊 西方啊 有很多说法 说华为是国营的吗 对不对 不然他怎么做那么大 有20万员工 是不是中国政府啊 有补贴他 那证据上没有 那华为是私营的吗 好像也不是 他没有股票上市 大部分的股东呢 是这个20万员工当中的12万人 是员工啊 那中国政府有补贴过华为 没有过 对不对 中国有支持过电动汽车 但没有支持过华为嘛 对不对 那军方有没有投资 目前插穿 没有啊 那军方有没有把技术 转移给华为 或华为有没有技术 转移给军方 没有 对不对 没查到 他们都没有 就没有嘛 对不对 那华为5G 是不是真的 会让西方国家 有国安问题 那如果英国德国都去后台看过 应该没嘛 对不对 当然那个听说那个英国那边是说呢 这个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啊 那有一些软件呢 是可以这个升级的 他们就会把那个 放进去 到处就有了 对 他讲嘛 那个是未来的推论啊 那更重要 我们关心的是 华为在西方的打压之下 他如何发展 所以我觉得在昨天的产品发表会当中啊 看得出来 任正非要传递出中国制造 他其实不单单是告诉美国人啊 因为我看很多网友在下方留言说 前面那个唱的那条歌啊 是唱给那个美国总统拜登听的啊 告诉他们华为怎么样怎么样 但我觉得最重要 任正非是希望告诉所有的中国企业 中国有能力在中国制造的产品 在世界上数一数二 非凡啊 对不对 非凡这个非凡的概念啊 就是不同于一般 当然呢 这个讲的比较易近一点 叫非凡 非凡啊 非一般啊 非一般的 所以呢 这个中国制造是过去中国那么多年来 经济改革开放的短板 因为经济改革开放的开始啊 是西方的产业 把生产链移到了中国 对不对 然后呢 所有中国制造的产品 贴牌 贴那个洋人牌子 贴贴贴贴贴贴 然后后面只能打一个made in China 仅此而已 没了 对不对 那初期呢 劳力秘籍产业 后来变成电器 现在走到高科技 这真的是 厉害啊 中国制造慢慢出来了 那但是一家任很多OEM厂商啊 他过去 因为长期以来啊 他们对市场行销 是比较弱的 因为你要自创品牌 你要搞市场行销 觉得说在这个上面啊 是过去是短板嘛 对不对 那制造是我强项 反正我接单 我认真的做 我有利润 我交了货 我不管 你卖得掉卖不掉 对不对 反正我代工费 你一毛都不能扫我啊 好 那这个久了以后啊 就缺乏所谓的那种 走出去的勇气啊 对不对 因为你走出去 自创品牌 这要很花钱的啊 宣传打广告什么 各方面市场行销什么 这个这个是很很难的啊 但你看华为就是一个 成功的例子 对不对 虽然那个产品发表会啊 如果你站在这个 比如说像以这个艺术的角度来看啊 还不够热闹 对不对 他当时 下次应该找一个类似那种什么 亚运会总导演啊 来导一下 对不对 那那个气势 对不对 就多卖个几百万支手机 没问题啊 那这个场面弄得很大 但是那个节奏啊 不够快啊 这个这个但 瑕不掩域 瑕不掩域啊 重点毕竟他们是搞科技的嘛 对不对 不是搞那个 什么秀的啊 不是搞秀场 如果真的弄秀场的效果来 那更带劲 留得高歌近舞 对不对 那么一唱 唱着歌开场 哇摇啊摇啊 手机丢啊 丢往台下丢 马上大家抢啊 哇那你看 不报了 对不对 才怪啊 好了 这个言归真传又讲回来 就是要告诉说中国企业 华为能做到 你们也能做到 那当然呢 环境再恶劣 那一定要靠自己创新啊 不断的走出去啊 那我想华为人都有 有那种危机意识啊 因为 各位都知道当年呢 这个孟晚舟啊 这个被抓的时候 在华为里面啊 这个餐厅嘛 不是都有这个纸杯吗 上面就印了字 印了写得很清楚啊 提醒所有的 这个员工啊 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这个 这个灯塔啊 依旧在那个地方啊 灯塔在守候啊 灯塔在守候 这个晚舟啊 找归航啊 言下之意呢 就是说 孟晚舟啊 希望你早点回来啊 灯塔还在守候 指的是 这个华为嘛 所以这个无机 危机感啊 就其实在企业当中啊 是非常的明显 就知道 必须要 要不断的努力 因为我刚刚讲 在餐厅啊 就是评比 末段班 最后一个要被踢掉 对不对 在他们工作的 这个群里面 有很多主别 都要评估的 最后一个 都要再现回家的 再补新人进来 都是这样啊 所以有些人有人说啊 华为里面呢 这个20万员工啊 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天才 因为 他们给的待遇啊 跟其他行业比起来 那真的是 不在话下 我们光以2020年来算 华为员工可以拿多少钱呢 这个从公司整个收支当中啊 就是人事费用 人事费用 1390亿人民币 1390亿人民币 以2020年我们来评分 评分好了 最少每个人70万 但有人更多 有人更少 各位想想看 70万你除以12个月 一个月多少钱 一个月多少钱 那个很迷人吧 对不对 所以你想想看 一家企业 能够那么大 还赚钱 在被打压的时候 他还能赚钱 所以那个员工啊 大家都有危机意识 好了 现在 这个终于啊 这个算是最苦的日子 已经过了 华为正准备啊 这个要昂扬向上 要起飞了 要起飞了 昂扬向上 所以这次产品发表会啊 这个大家我看 有朋友留言说 可能在国内的B站上面啊 随便都有这个 大概几百万人啊 在看这个产品发表会 就像我吧 对不对 华为那么多产品发表会 这场我可认真啊 从头看到尾啊 声音还开得很大 一直听 有没有什么东西 有没有什么东西 后来听了听了 我懂了 就是中国制造 要鼓励所有的中国企业 大家必须啊 要开始走自创品牌 OEM固然好 但是呢 不能永远 尤其在 这个切断供应链的情况之下 你将来没有订单 你马上死掉啊 对不对 你说哎呀 我要走出去 我自创品牌 来不及了 现在就要自创品牌 不管你卖的是锅子 铲子 什么什么什么 圣诞灯 雨伞 任何东西 要自创品牌 要走出去啊 在国际贸易当中呢 最怕的就是啊 不会行销 如果你有这个强力的这些营业行销人员啊 你的产品牌 你的产品要卖到国际市场上 那个只是早晚啊 这个的问题啊 而且一定会成功 因为中国的货够硬够好 对不对 那如果以前人家大家不知道 可能贴的都是外国品牌标签 但是现在发现 哎 这个中国制造的这个品牌 这个东西质量那么好 价格又有竞争力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会不会让大家慢慢去改变消费习惯 华为就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了 当然我也希望呢 借着这次华为的秋季产品发表会 所有的中国企业老板们啊 要看懂一点 不要看热闹 对不对 继续努力 加油 自创品牌 让中国制造2025啊 提早实现 所谓中国制造2025啊 它不是一个口号 它是一个目标 它是一个行动 为什么 因为过去我们所有的东西 我们非常别的了 欧规 美规 都是这个概念 对不对 所有都是以西方为准 但有些人说 哎呀西方因为工业革命之后啊 他们发展得早 我们起不晚啊 所以呢 我们都做欧规啊 这个美规 但是我觉得随着时间啊 只要这个将相本无种啊 男儿当自强 你就好好努力啊 有一天都是中规啊 对不对 成语都说过嘛 中规中矩吧 你看多久以前就讲过 对不对 对了开玩笑了啊 但是中规啊 真的有一天 中国规格就成为中国制造的标准 当然华为啊 各位要知道 华为在5G里面啊 这些大大小小的转力啊 他占了80% 不管你是什么摩托罗拉 伊利庆 任何一家公司 你们要做5G 全力金要付给华为 这个就叫牛嘛 这叫厉害 对不对 所以希望呢 大家一起加油啊 让中国制造2025啊 提早实现 让中规中矩啊 也能够呢 在全世界被大家肯定 好吧 今天非常感恩各位的支持 那当然来讲呢 这个杭州亚运会啊 啊热闹的不得了啊 那都没时间跟各位分享 明天好不好 冲控 跟各位呢 再来谈谈啊 杭州亚运会啊 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好吧 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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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